强政过后为了以行动振兴花莲 台中市后里区长赖同一 率领区公所主管一行人 在日前拜会了洁安乡公所 彼此针对行政建设农业社福等各项设施经验 进行交流还有分享 4月份强政过后 台中市后里区公所就立即与农会合作 促销花莲农特产以实际购买来支持当地农民 截至目前已经号召团购超过50万元 而日前区长赖同一跟带领区公所主管一行人 特地来到吉安乡公所 进行建设业务交流参访之旅 地震以后一般国人的民众 人心惶惶都对我们东部这个区块 都比较不敢过来 那我们配合市长他很关心地区 那我们也是配合 所以我们就率团来这边 来了解地震的整个情况 那甚至我们也发起对我们花莲地区的 这个农特产品的一个行销 希望能这一趟带给大家一个比较幸福的感觉 让我们的地质阴影可以抹去 在这份关怀跟鼓励之中 我相信不只是这样的一个问候 而是到为了来勘察我们灾后重建的 一个很神圣的很安全的工作 从工部门跟工部门的连结 到为了经验分享跟建设的一个铺陈 我们在附建过程中的经验 也带来他们过去在执行建设的一个分享 让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角度面和建设面 一起共识来达到最好的灾后重建 活动中彼此针对行政、建设、农业、社福等个实证经验 进行交流与分享 而游淑珍也感谢全国各地的关怀 特别是赖区长带来的支持力量 透过会刊灾后重建工作的经验连结 从不同角度与建设专业 立出最安全的灾后重建研讨 也争显另一种灾后关怀慰藉的方式 记者徐提琴减详报导